大家好,又是今期流行的時間 不知道大家平時有沒有看日本的一個很出名的YouTube Channel 叫The First Take 今次又有The First Take的消息 計算之前日本索尼音樂開設的知名YouTube Channel The First Take在昨晚公開了20秒的最新預告 片段所見,今次有藍團MIRROR的成員Jer柳應廷和Jeremy李俊傑一同參與演出錄製 繼陳柏宇之後,再有香港歌手衝出國際登上TFT TFT即是The First Take的簡稱 Jer和Jeremy看來心情既緊張又興奮 片段的20秒所見,兩個人走進錄音棚 戴了一個耳機之後,互相對視為對方說出加油 Jeremy對著麥克風說WOW 之後試了兩聲,隨即向觀眾打招呼 Hello,大家好,我們是MIRROR 就是這20秒的預告片一出 當然一班鏡粉和粉絲非常著弱 亦成為了今天各大討論區和媒體報導的對象 其實這個預告片公佈的時間,亦有提及播放時間 在5月5日,即今晚9點 就會在TFT的Youtube頻道播出 如果之前沒有看過我做陳柏宇那一集的朋友 或者不知道The First Take TFT 這一個是甚麼呢,就簡單和大家說一下 其實是一個日本由Sony唱片公司開設的 一個日本的音樂頻道 它的特色就是The First Take 即是說,它會邀請歌手 每一個歌手是來自世界各地 可以上去它的Youtube頻道 就是LIVE這樣一踢過去唱那首歌 無論那首歌你唱得好,還是唱得不好 走了音,掉了Key,掉了Beat等等都好 那團片都是會照出街的 之前試過,我看過有些外國的Artists 在他自己的國家都是一些知名的歌手 唱到有少少掉嘴,即有少少走了音等等 都照出街就無情說 所以你有沒有實力上去唱得好還是不好 就馬上就會見到 所以就慢慢成為了這個網站的賣點 過往這麼久以來都是外國的歌手 或者是日本當地的歌手為主 直到今年一月的時間 邀請了陳柏宇成為香港第一個登上國際TFT的歌手 在一月二十六號的時候 陳柏宇和Jason上去唱了你們我們這首歌 成為了當時中港台代表裏面最高收看率的歌曲 反應就相當不錯 當時很多人替Jason高興 衝出國際,亦都代表香港 其實當時這首歌你們我們唱得非常之好 那一晚在九點鐘又是那個時間 上載了這條影片之後 成為了當時的熱化 短短一日內已經衝播了一百萬的點擊率 在做節目之前上去看過這條影片 到現在已經有四百一十萬的點擊率 成為了當時的熱爆影片的第一 當時這條影片出了街之後 有來自英國的Youtuber Teacher Paul 亦都有拍片講到關於Jason這首歌 他就說第一次聽Jason Chan的唱歌 覺得對方的聲音非常漂亮 即是力讚他 所以得到好多人的稱讚 亦都令到Jason衝出了香港 入行十幾年終於在外國都有人認識他 隔了幾天之後在1月30日再唱第二首歌 就是有天 其實我相信兩首歌都是同一日錄的 因為它不是一個Live版來的 播就是Live 但是應該就是同一日唱完之後 隔幾天之後才播第二首 那有天這首歌 就up到現在已經有二百萬的點擊率 再說一次他們的特色就是什麼呢 一鏡到底沒有Cut Game 然後好不好都好都是直接出街 編曲也重新再做過的 其實這個The First Take TFT 短短這個頻道開了幾年之間 粉絲亦都由最近增加到八百萬人次 所以其實這個算是YouTube 一個非常之著名的音樂網站 所以今次官方發放了23秒的預告片 大家就見到兩位鏡仔包括阿Jer和Jeremy 都能夠繼Jason之後成為第二第三個香港人 上到這個節目 亦都令到大家振奮 在今個星期五 即今晚的日本時間十點 香港時間的九點 就有得看的了 這個project出了之後 不期限大家就想起 原來之前兩個阿Jer Jeremy和阿Jer 去了日本說有大project 有預告原來此行就是應邀上這個TFT 有一出世已經是劇透的柳應廷 都可以忍住這麼多日沒有劇透 真的很聰明 因為大家經常說 柳應廷 即阿Jer 就搜不到秘密的 很容易劇透 所以就說他一出世已經是有劇透功能 說笑而已 所以忍到這麼久都沒有爆這件事 大家就覺得很驚訝 也都終於明白他之前說的這個 說去日本的大project 原來就是在說這件事 大家都在這裏議論紛紛 出了個post 有很多fans在研究 究竟兩個人會選什麼歌唱呢? 是不是好像Jason那樣 就唱兩首歌呢? 那兩首歌是一人一首? 還是兩個人一起唱兩首歌? 還是不是唱團歌呢? 還是未公佈 當然一今晚唱就知道 但是有眼力的fans翻查資料 其實當時Jeremy和姜濤 三月底都有去到日本 亦都在當地會合拍戲的Anson Lo 和Edan女將安 其中有一次在車上的合照 就見到有阿Lo、阿姜和阿Jer 但是就沒有見Edan 而阿Jer穿的衣服 就是The First Take 即是預告的那套衣服 那是不是代表著 除了他們兩個之外 Anson Lo和阿姜都有機會上去The First Take 事後呢 大家也都很聰明地找一些訪問 看看 當日其實他們那四個 即是阿Lo、阿姜和兩位阿Jer 一起做訪問的時候 阿Lo在IG story寫著Big Project 然後寫著 一起做一件事 會在這一兩個月發生 又說 我真的很想告訴你們 因為被限制了 所以一定要等 但是沒有等很久 大家很快便知道 什麼事 即是說 既然現在公佈了5月9日 即今晚就是兩位阿Jer的唱歌 但亦都看見之前的訪問 就說 兩、四個人是一起做一件事 大家就很期待 會不會阿姜和阿Lo 都有另外一個The First Take的Version 令到那些鏡粉 就非常之期待 好像阿Lo這樣說 可能因為簽了合約 真的不可以公佈 所以大家就密切期待 當然最重要是先看今晚 今晚到底他們兩個 上去這個這麼大的舞台 在一個白色的錄音室裡面 你又只有一支咪 和一次的機會 The First Take 所以大家都很期待 兩位阿Jer的演出 根據過往的慣例 上得TFT的歌手 都會慣例唱兩次表演 即是唱兩首歌 到底是不是 一人一首 一起合唱 還是唱團歌 大家都很期待 到底他們唱什麼歌 之後的阿姜和阿Lo 是不是都有進行錄音呢 大家就非常期待 還是那句 想知道的 就留意下今晚TFT的YouTube Channel 自己就找答案 到底大家對於今次他們MIRROR鏡仔 衝出香港去到日本唱歌 有什麼意見 歡迎留言和我們分享一下 好 今集就和大家講到這裡 記得訂閱我們合家歡頻道 我們下集再見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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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